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由我的动力一直坚持的这样做下来 咱们话不多说 把这个充电宝拆开 我们看一下内部的电路及原器件使用的情况 这些电子产品一旦拆了过后 外观就全部都破坏掉了 大家不要亲自的自己去拆啊 而且还有就是 这种充电宝都是有锂电池的 拆的时候这些翘棒很有可能伤到锂电池 发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 我们先用翘棒把这个盖子给它打开 我们看一下内部的构造 这个盖子已经被打开了 我都不敢翘啊 一旦插进去 伤到电信的话 这个直接就爆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啊 两块聚合物的电池 上面是主板部分 自带线的地方是通过螺丝压住进行固定的 非常牢的啊 这个要把它扯断的话 要花很大的力气了 卸掉固定主板的螺丝 非常厚的一块 硅直散热贴 靠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导热装置 导在外壳上面进行散热 主板可以拿出来 但是这个线挂住了 我们把这个自带线给它卸掉 这个是固定自带线的一个钢制的卡黄啊 底部还有一个加厚的一个散热硅直贴 拿住导热贴底下还有一个加厚的石墨烯的导热装置啊 这个散热做的不错啊 焊下这个自带线 检测温度的NTC热明电阻 放在两块电池的中间 两块电池的正负极 分别焊在主板的正反两面 主板上面主要发热的地方 硅直贴的下面还有白色的散热硅胶 正反面都是加厚的 这个热量会挥发的很快 旁边这个数码管 不但可以显示电量 还可以显示功率瓦数 冲电宝的主板和电池 咱们已经把它分开了 这个主板最宽的地方是60毫米 这一面的宽度是44毫米 PCB的厚度1.2毫米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内部的电路及原机件使用的情况 这个冲电宝内部芯片采用的是一颗主控 控制一路升降压电路 三个充电口输出的模式 因为只有一路降压电路 多口使用则只有5V输出 所以这种多口基础功率的产品 没有必要测试多口功率分配 我现在就是从电池端到充电口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电路机缘机件 首先是电芯与保护系统 这个是供电基础 这款充电宝内部采用两颗聚合物电池 来自东莞格林德能源有限公司 每颗电芯的容量为1万毫安 能量值是36瓦时 电芯是经过3C认证的 这一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 主要产品主打是软包锂电池 是华南地区有代表性的一个电芯制造企业 它的产品官方用于消费电子与储仑市场 电池保护部分搭载一颗私音为4D1NB1的电池管理芯片 负责过充过放短路过流等保护功能 这个芯片咱们没有查到厂家 同时搭配两颗060N03MGN勾道莫视管 用作电池测的电子开关 确保电池异常的时候能够快速关断回路 保障电芯与整个系统的安全 这两个开关管也没有查到厂家 主控芯片及供电设计 接下来就是整个主板的核心控制部件 主控芯片的供电纹压模块 选用了来自江苏无锡润石科技的RS3002 线性降压纹压芯片 芯片的4E型号是SD33S 它负责将电池电压稳定输出至 主控芯片的工作电压3.3V 润石科技是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 国产模拟芯片厂商 在芯片领域积累深厚 而这块主板的大佬正是来自 深圳新海科技的高性能主控芯片 CPW6410 新海科技创立于2003年 是国内较早布局高精度信号链芯片 及SoC产品的企业 这个芯片是一颗高度集成的电源管理SoC 支持多快充协议 双向深降压控制 动态电流调节 状态监测等复杂的功能 它集成了MCU控制单元 电量计量 协议识别 与深降压控制模块 专为高性能快充移动电源设计 支持2AEC充电口 拥有灵活的端口管理和完善的故障保护逻辑 是整台设备的控制与分配中枢 充电宝的深降压电路结构 深降压拓普方面 主控芯片通过控制四颗060N03MGMOS管 组成一组全桥拓普电路 这四颗开根管跟前面的电池保护开根管 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全桥拓普实现对电池深压 输出与反向充电时的降压控制 这种拓普能在充电与放电之间 实现高效率的切换 满足多口输出与快充的需求 整组深降压回路在电源两单 布置了深圳泽凯新电子的 220微法25V的固态电容 以及多颗MLCC贴片电容进行输入输出滤波 这家电容公司成立于2007年 产品覆盖各类电容类产品 这里唯一组滤波电路 这是另外一边的滤波电路 主深加压电感采用的是 3.3VH的贴片电感 配合每端两颗SS34的销特机二极管 进行快速整流 同时深加压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端 各设有一颗2010的白色的贴片采样电阻 提供精确的电流监测数据回穿给主控芯片 实现稳压跟线流控制 输出控制与保护机制 在输出接口部分 这款充电宝集成了多种保护与智能分配 自带线口与Type-C口 各使用一颗075P03MT PMOS管作为VBUS开工管 Echo使用两颗相同型号的PMOS管 组成双路控制 所有的充电口都配置有ESD静电防护二极管 防止用户拔插时造成电击 0Ω的电阻 承担基础输入线流和保险作用 两个C口都有 这里还有这里有一个 CMBJ-V的纹压二极管 用作过压保护 两个C口都配置有 Echo还单独配备一颗R010采样电阻 用于精准控制Echo的输出电流 辅助主控动态调整功率 充电宝的两个USB连接器 一个C口一个Echo 内部折片的细节大家看一下 做工还是可以 Echo的外壳用着不锡磁的铜质材料 C口的外壳用着不锈钢的材料 这是自带线口外面的绿色编织网布 这个很结实的 自带线口内部的细节 充电宝的壳底上面没有看到PC主人标识 我们后面燃烧测试 这个盖子上面也没看到有 总结一下这款黑鲨55W 自带线充电宝的核心优势 从上期测试视频来看 实在实在2万毫安的双电芯 给两部安卓手机 一部苹果手机充满电都不在话下 电源品质输出纹波压制 非常的极品 实测都是在50毫弗以内的极品水平 这个对手机电池寿命 电路保护都是有实大实的帮助的 从内部来看 它采用的是 星海科技CPW6410的主控芯片 搭配全桥剩价压结构 两级滤波系统 整块主板结构机器 逻辑正密 如果把MOS管换成品牌货 这家伙表现会更上一层楼 当然还有这个外观 一体化自带线加多口输出的设计 再配上黑砂经典的 赛博风格的外壳 兼具潮流与实用 特别适合年轻用户 和重度的数码档 咱们的测试和拆解 全部都做完了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试 和拆解风格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